好 节目开始 先来关心今天在台湾开打的台威斯杯网球世界总决赛的资格赛 中华队交手强敌法国 只能说法国实力真的相当高强 就算中华队精锐进出 我们还是陷入苦战 没错 包含徐玉秀跟吴东霖是连续两点都败下阵篮 虽然结果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现场的中华队球迷还是给予选手们最大的掌声 台威斯杯世界组总决赛的资格赛 在台北网球中心盛大登场 台湾掌握主场优势 要强碰实力坚强的法国队 目标争取前进九月进行的十六强赛 吸引满场近三千名球迷进场支持 我是买双日票 从那个消息一放出来之后就决定要来看了 非常兴奋 因为台湾第一次打主场 一定要为台湾加油 我们要拿到胜利 现场真的是很气氛 就是觉得会跟全国一起紧张 然后就跟电视看场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球迷拿出棒球式的听台湾招牌应援 给予选手最大鼓励 这在选手以言中也是一大助力 我觉得是蛮振奋人心的 因为其实不是随时状况都是特别好 所以你有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不好的时候 低落的时候 或许那些鼓声可以来振奋你的气势 有的时候在他们打鼓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被加油到的 在去年的两场台威斯杯赛事 中华队连胜墨西哥跟罗马尼亚 得以对时首次急身世界一级 而这次资格赛一共打五点分两天 首日赛程就由世界排名两百三十的台湾艺哥 徐玉修打头阵 而他的对手是排名六十八的十九岁小将 卢卡·勒尔斯基 徐玉修尽力执行赛前设定 一路跟对手缠斗打得十分胶着 但可惜最后还是以两个四比六败下阵来 当然是想设定赢球 但是我觉得结果或许不是这么好 但我觉得我今天有努力 然后有不放弃到最后一刻 我觉得我今天做得不错 但是可能结果就不是这么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接近 但是就可能在关键分 他们的像他们前一百的选手 可能就比较可以稳定的去做处理 我觉得是值得学习的地方 第一点吞败后 中华队有两百三十八名的二哥 吴东霖接力仕途扳回议程 无奈也是连让两盘 以三比六五比七 布地排名高居十七名的 Adrian Manorino 第二天赛程 许玉修将再次出击 联手装击生挑战法国 男双组合 期待能为中华队延长战线 未来语台第一权的话采访报道 好 一样是隔着球网 拿着球派运动 比较不一样的是 来看到宇球一姐 戴孜颖跟王麒麟 参加红牛斗拍宇球三对三 跟知名一任Lulu组队参加 据说不管是场上的表现 跟效果都相当不错 没错 虽然说 艺人Lulu在场上 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 但是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也跟王麒麟 还有小戴一起完成逆转 多下胜利 全球首创绝无仅有 号称羽球界斗牛的 Red Bull三对三 斗拍羽球赛 第二届的赛事 来到南台湾高雄凤山体育馆 呈现上百名球迷 也因此慕名而来 因为除了来自全台湾的好手 齐聚一堂互相较劲之外 羽球一姐戴孜颖 以及黄金男双王麒麟 更要和知名艺人Lulu 跨界组队 甚至第二次参赛的小戴 更下达了必胜令 至于Lulu吗 因为我上次输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到室内 我不能再输了 我有一个想要拿回 这次的第一名多漂亮 对啊 那个奖杯在后面 超漂亮的 对啊 我想要拿到它 上次我只能颁奖给别人 没有办法颁奖给我自己 我希望这次可以颁奖给我自己 其实就是我的队友 不过就是小戴跟王麒麟 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所以我其实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其实比较多是练舞 因为我想说有他们两个在 根本就是我可以在中间跳一些 开花舞 可别以为Lulu是开玩笑 人家下午第一场表演赛 就因为发球站位采线 好在暖男王麒麟跟小戴 适时提醒才没酿成大祸 不过人家随后也马上用发球 回来帮助球队建功啦 而且后续第二场和豆拍 优胜队伍的对抗 更是和戴指引王麒麟 齐心上演让一追二的精彩好球 我觉得蛮快乐的 就是拉起来 因为像国际才压力很大 然后可以跟他在一起 很快乐 不好意思 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做互动 我觉得一个蛮特别的体验 然后感谢Lulu可以邀请 超认真 对真的是超认真 但是也谢谢他们就是没有 手下留情 对有手下留情 没有杀在我们的陆路身上 真的 只是先吉林间打他头上 我说到做到 我说到做到 带进小队夺得胜利 但奖杯还是要给优胜的民众队伍啦 但说真的这场表演赛 输赢真的不重要 只要球迷能够尽情享受三对三宇球的魅力 鼓手们能够久违无压力的上场挥洒汗水 那就足够了 也感谢主办方进行策划 希望来年规模持续扩大 让宇球旋风继续席卷全台湾吧 我们农厅新年即将到来 这也表示巴黎奥运也就要登场了 而选手们平常训练相当辛苦 但要趁过年的时候好好趁机放松休息一下 没错 国训中心就举办了岁末尾牙 要来好好感谢选手跟教练们过去一年的付出 总计有两百位教练选手一同参加 画面相当温馨 年关将至国家训练中心 按照往例举办盛大尾牙 来奖励选手跟教练们一整年的辛劳付出 让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中心成员们 都有跟家人一起过年的温馨感受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尾牙这样的活动 来提供给我们的选手 可能是不管在一个参会 或者是选手可能很重视的一个活动 就是一个抽奖 那么当然这个也提供给我们的选手 一个放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中心有办这个活动的话 就是也感觉有像很多家人们一起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过年的感觉 就会觉得很温馨 然后就是也是有像回到家一样 尾牙的话我其实也不太记得我参加了几次这样子 那感想就是一样嘛 就是现在其实是年末了 然后其实在中心的大家也都辛苦了一整年 那今天能够在这边聚在一起 跟大家一起吃 吃这顿饭其实就是觉得蛮温馨 蛮开心的 迎接即将到来的龙年 对于选手们来说最重要的盛会 当然就是巴黎奥运 对此罗嘉玲跟雷茜英也是叙事待发 期盼的顺利战胜奥运殿堂有所发挥 而目前已经抢下两张参赛资格的田径项目 协会理事长叶真彦也特地前往中心 颁发选手们十五万元的夹菜金 提前包了一大包的新年红包 我们已经有两位我们的选手 包括我们跳远的林玉堂 以及四百公尺跨栏的平米洋 已经取得了我们今年的巴黎奥运的参赛资格 所以值得欣慰 当然我们也希望在六月底以前 能够有更多的选手也取得参赛资格 今年国训中心尾牙总共洗开四十二桌 有将近两百名选手跟教练一起同乐 在短暂放松好好休息充电过后 接下来他们又要恢复辛苦的训练备赛日常 在各自的赛场上争取更好的夹击 YT台综合报道 好 镜头转向亚洲杯足球的八强赛 韩国面对澳洲 在队长孙新敏的制胜进球弹之下 二比一是韩国逆转赢球 不过比赛当中是有一个讨论点 就是韩国在上半场的罚球 不是交给自家一哥孙新敏来执行 至于原因如何来听男主角的解答 亚洲杯足球八强占韩国交手澳洲 上半场韩国对这边持球率高达七成 并且多次濒临城下 三十一分钟时 队长孙新敏助攻黄喜灿进神破门 然而可惜因为薛英语越位 所以这进球不算 之后比赛来到四十一分钟 澳洲队也迎来机会 Nathalie O'Eggensen 从右侧有点掉转的脚步 长传交给门框左侧的 Craig Linn七角顺利破门 澳洲打破 平手将决建立起一比零领先 不过韩国很快也有追平的机会 上半场伤停捕失 孙新敏被犯规 黄喜灿只行拔球 稳稳踢进帮助球队扳平 而来到下半场还是相当胶着 一直战到延长赛 第一百零一分钟 黄喜灿被犯规 韩国获得自由球的机会 由孙新敏敏敲刀 神乎奇迹的强势破网 顺领韩国队2比1逆转 收下胜利 不过比赛当中 让外界感到疑惑的 就是第一次罚球的执行 竟然不是交给被犯规 也是头号球星的孙新敏执行 对此主角本人也出面解释 但是又肯进一场 他肯在冠冻中的角度 太爱了 希望如此 让他带 ret讨由 正式的最重要的努力 那样 放昼 选择 重新与 迷阷 协迷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陳選手很精彩地成功 讓隊伍有助力 非常感謝 儘管被稱為亞洲藝哥 都是全隊隊仰賴的得分點 但順心名並不邀功 也展現自己的領導風範 讓隊友也有機會可以展露頭角 並且有效帶領團隊一起成長 團隊氣氛榮效 又一路過關折將的韓國隊 接下來要面對約旦 全力爭取冠軍下的門票